我们请一起地头同心末道 Amen Hallelujah 奉旨之圣明 开始我们这一次灵验会早上的第一堂聚会 Hallelujah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begin our first session for the spiritual convocation 我们一起唱诗359首 Let's all sing hymn359 经过下来祷告 就学书带领我们今天整天的崇拜聚会 Let's all kneel down together and ask God to guide our service for today 一起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Hallelujah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Hallelujah Morning to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感谢学书的恩典 在这个星期五我们灵恩会的第一天 我们大家可以播空 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查考 圣经上的道理 Thank the grace of God That on this Friday morning That we can take time away from work To come and learn of the words of the Bible 我们也求主耶稣纪念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为了学习道理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在追求信仰上的热忱 May the Lord remember all the diligence and efforts that all of us here have put into reaching out for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在这一次的灵恩会 想要以会幕的人生 来作为彼此分享的题目 During this spiritual convocation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topic of the life of the tabernacle as a mutual encouragement 在纽约教会 我们有一些信徒 他们是在餐馆里工作 in Queen's church we have some members who work in restaurants 所以当他们下班的时候 都很晚 都可能是十点十一点 那有时候啊 餐馆工作很忙啊 常常礼拜五礼拜六 也没有办法来到教会 而且有一些人在外州 可能回来教会一次 坐车要坐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这样 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些信徒呢 纽约教会在一个礼拜 有四个晚上 用电话来跟这些 在外地的弟兄姐妹查经 从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 十五分啊 他们这个电话的查经啊 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啊 然后就一直往下查 从创世纪到出外籍记后来 就进到立位记了啊 本来是非常担心啊 我想说创世纪出外籍记都还好啊 故事很多哦 糟糕啊 进到立位记民宿记 生命记啊 就一塌糊涂了 所以我们常讲说啊 很多信徒啊 立志要读圣经啊 但是从来没办法出埃及啊 就算出了埃及啊 通通都死在旷野啊 因为后面那几卷啊 让人感觉起来比较难查考 好像内容很繁琐 看得很复杂这样 但是既然安排下去了 就只好准备啦 但是就是在这种啊 被逼着去准备查经当中啊 发觉啊 其实后面这一段的事迹啊 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值得 我们学习跟思考的内容哦 尤其是整个以色列人 在准备会幕 建立 设立会幕的过程当中啊 真的有很多值得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的信徒 值得去深思 并且反映到 我们的信仰生活 当中的教导 以色列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啊 所以对他们来讲 宗教就是他们的国家 宗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神对摩西说啊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在西南山下 神就对摩西说 你要为我建造一个会幕哦 他说这个会幕啊 要成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是神同在的记号 是人寻求神的旨意的方向 所以啊 神就吩咐摩西啊 来为神建造一个 建造一个会幕 那我们看到说啊 如果在以色列人后来 在旷野当中的行径哦 我们会发觉说 所有以色列都是按照各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的位置 来前进的 那这整个支派的正中央就是神的会幕 所以对他们来讲 会幕就是他们信仰的中心 信仰就是他们生命的一切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信徒来说啊 神也要我们在生命当中建造一个会幕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在那里听神所说的话 在那里能够亲眼见到神 但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有了信仰 我们建造了会幕 请问一下这个会幕 到底在你人生的哪一个部分 对以色列人来讲 会幕是他们的正中心 信仰是他们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的会幕又在哪里啊 有时候信仰成为一种生活的点缀 有时候信仰成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想一想 信仰对你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出外极记的第35章 出外极记的第35章的第4节 出外极记35章第4节 那第4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主的吩咐是这样 第5节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神 凡乐意献的可以拿神的礼物来 就是金银铜第6节 蓝色紫色猪红色线 细码山羊毛第7节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造假木第8节 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酒 红马脑并别样的宝石 可以相砍在以福德和胸牌上 那这里呢 当神吩咐摩西啊 要来建造会墓 神就对摩西说 你要建造会墓需要有材料 在这里讲说 需要各样的材料 各样的东西 才能够建立起神的会墓 所以他就跟摩西说 你跟以色列百姓说 献给你神的礼物啊 我们今天呢 来到神的教会 领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得到了信仰 我们看到一个人生不同的高度 那人就要懂得报恩啊 懂得回报神的恩典啊 所以我们常说啊 应该要奉献 要感谢神啊 但是啊 什么叫做奉献 奉献就是把你所拥有的 拿到教会 存在神的面前 但是在这里讲说 你奉献要献得 甘心乐意啊 他说这里啊 你要乐意献 你要喜欢献啊 只有乐意献给神的 神才会喜悦哦 今天如果你是被逼的 或者是你很不甘愿 很不想献 哇 献了以后心很痛 哭三天 那这种奉献啊 其实神不见得会喜悦啊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 今天我们有心要服侍神 有心要回馈神的 我们必须要献得甘心 才有意义啊 而不是一种勉强 也不是一种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第五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的 第一节 我们先看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 第四章三十四节说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个人 人人都将房屋田产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三十五节 放在使徒的脚前 照着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说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菲拉 卖了田产 把银子撕下 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第三节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 叫你欺哄圣灵呢 把田地和嫁银 私下留下几分 田地没有卖 不是你的吗 既卖了 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 这里很多人来奉献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也想要奉献 但是当他们奉献以后 他们舍不得 所以他们就私下留下 一些留给自己 其实留给一些给自己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钱是他们的 他们可以决定 自己要奉献多少 但是因为他们想要 跟别人比较 别人全部都献 我们怎么可以输人呢 我们就要跟他们一样 我们要全部都献 但是又舍不得 所以就用骗的 用欺骗的 所以在这里 彼得就跟他讲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奉献是一种感恩的行动 而不是跟别人 比较自我高抬的方法 所以奉献不是比较 奉献要献得甘心 不只是奉献钱的部分 同时包括我们在 参与各样的圣工 奉献我们的时间 奉献我们的利器 都是一样的 只有出于甘心的 这里说乐意献的 神才会喜悦 有一次啊 我记得啊 有一次啊 我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回到家里 我就跟我爸爸说 哎呀这个教会 这么多事情啊 什么都要叫我做 什么都要叫我做 这个也叫我做 那个也叫我做 其他人都不做啊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嘛 就抱怨很多啊 那时候我爸爸就一直 听听听 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啊 充满抱怨的服事啊 不如不要做啦 对教会对你 都没有什么好处啊 已经经过十多年 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啊 因为他下面 又跟我讲句说啊 真言出教会 没有你不会倒啦 没有教会 没有你不会怎么样啊 我发觉说有时候啊 人不断的 其实不断的抱怨 只是想要凸显 自己的重要性而已啊 要让人家知道说 你看我做了多少 你看我为圣公 吃了多少苦啊 却不知道在抱怨当中啊 使你的侍奉 失去它的美好 失去它真正的价值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 既然要献 你就要乐意献 要高兴献啊 一个不甘愿的献祭 宁愿不要 宁愿不要哦 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有一天啊 有一个信徒他跟我说啊 他说啊 他跟他太太一直在吵架啊 他说啊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吵架 这两个是蛮不错的信徒啊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呢 这两个信徒人都很好啊 聚会都很热心啊 夫妻感情又很好 为什么要一直吵架呢 为了奉献啊 他说哇 我一直跟我太太讲啊 要献十一圈 要献十一圈啊 他说哇 他太太舍不得献这么多啊 所以两个人一天到晚 为了要献多少钱再吵架啊 我跟他讲说不用吵啦 如果他献得很不甘愿 那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啦 我说你做先生的 你要做榜样啊 你先奉献 先奉献你自己的 你赚的钱你先奉献嘛 你太太的钱你管不到她嘛 但是你先奉献 让太太看到说 哇原来奉献神这样子 祝福神这样带领我们的家 当神看见 当你的太太看见了 哇原来奉献以后啊 神的福气这么多 他自然就会奉献啊 用逼的啊不美啊 等他自己看到奉献的好 他就自然甘心乐意的去做啦 啊有一个年轻人来问我 那那个年轻人啊 他说啊 传道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请问一下 十一捐是 打税前还是打税后 那我就笑一笑 我说那你觉得呢 我这个孩子哦 这个孩子很聪明啊 很好的学校毕业的啊 很好的工作啊 赚很多钱啊 他说哇 在我个人来看啊 说他自己啊 在我个人来看啊 那这个十一捐啊 基本上就是你赚的薪水 先扣掉你要缴的税 然后再扣掉你的房租 然后再扣掉你生活上 那个柴米油盐买菜的钱 接下来啊 看还有什么 零零散散 车子的保险啊 该扣的都扣一扣 剩下的钱 十分之一献给神啊 说他一个月献二十块 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说这就是我的认识 我对十一捐的认识啊 我就跟他讲说 照你的信给你成全啊 那你如果是这样 我说你跟神这么计较啊 那你小心啊 要是神有一天跟你这么计较 你要怎么办啊 所以我也不会跟他讲说 他是错的啊 但是啊 就照你自己的信心 给你成全啊 你对神 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 有一天 说不定神就是这样子对你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啊 来到神面前啊 真的是要甘心而已啊 像这个年轻人 现得很不甘心啊 那倒不如不要吧 等到他有一天 认识到奉献的意义跟价值 就像这以色列人一样啊 他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参与奉献 是一种恩典啊 那其实呢 以色列人要奉献 还要先问摩西耶 摩西还要去问一下神耶 他说啊 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奉献 摩西说我去问一下 神说可不可以啊 结果后来神说可以啊 那个摩西才回来 告诉百姓说 你们可以参与这件圣功啊 所以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啊 能够有机会参与 教会的圣功是恩典 能够有能力奉献给教会的需用 是一种福气啊 不但是一个福气啊 而且神说啊 要从天上降福给你啊 所以我们今天啊 在神的家中啊 要甘心 要乐意哦 我们看回来第35章的第4节 我们看出外集记的35章的第5节 那这里说你们中间有拿礼物献给神 凡乐意献的可以拿神的礼物来 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 珠红色献 细麻山羊毛 那在这里呢 摩西给了他们一张名单啊 那这里说啊 你要献可以 但是这里没有讲说 你爱怎么献就怎么献啊 那这里给你一张名单 你要献啊 照这上面的东西拿来啊 不在上面的东西啊 请你不用拿来啦 那这跟我们的观念可能很不太一样哦 我们有时候啊 奉献好像在施舍一样啊 好像啊 就是说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给你啊 好像你看那个路边可怜人 丢5块钱给他这样子啊 但是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啊 神说要奉献可以啊 照规矩 照着我所要的 你才能拿来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奉献 奉献也是这样啊 不是我高兴怎么做哦 而是神要的是什么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那时候在做宗教教育的老师啊 有一天啊 有一个弟兄啊 拿了一台吸尘器来我们教室啊 他说啊 这条吸尘器啊 给教会给你们用哦 我说啊好啊 谢谢啊 感谢主啊 谢谢你啊 但是他说啊 可是这台吸尘器是坏掉的哦 我说那坏掉的 他说没关系啊 先放着 说不定有人会修哦 因为这个弟兄很节省啊 家里坏掉东西都不丢啊 但是他家里放不下啊 就拿来教会了啊 既然是坏掉的啊 后来我就把他丢到教会的垃圾桶 那个大垃圾桶里面啊 那我想说坏掉了嘛 那个没有人会修 坏掉丢垃圾桶 下个礼拜来教会 那个吸尘器又跑回来了 那个弟兄很生气啊 跑来找我很生气啊 他说你年轻人很浪费耶 你看那个东西啊 我是拿来给神使用 给教会用耶 你怎么可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呢 我说那个坏掉啦 说不定放几天它就好啦 那有时候啊 人奉献是什么 是因为家里放不下 家里堆不下 就把教会当储藏室啊 买了新的 旧的舍不得丢 就全部拿来教会啊 也不管教会需不需要 也不管教会用不用得到 他就说这是我的爱心啊 我是奉献给神啊 那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哦 教会不是我们家的 我们的储藏室啊 更不要把教会当成垃圾场啊 你自己都不要的 全部都塞到教会来 在这里神说啊 你要奉献可以啊 照着所要求的拿来啊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 把新的给教会呢 其实也不是哦 你是要看教会 有没有需要啊 像前一阵子 纽约教会需要一台电脑哦 但是呢 我们只需要拿来放 那个PowerPoint 所以也不用最新 也不用最好的电脑啊 所以有个弟兄 他有一台比较旧 但是跑得很 还是可以用跑得很好的电脑 我们就非常感谢啊 因为那个是教会 所需要的东西啊 所以记得 奉献不是谢我们 喜欢献的 而是谢教会 有需要的 我们参与圣工 也是这个样子啊 今天啊 很多年轻人 很多人啊 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啊 所以当他们 参与圣工的时候 他们会想出 很多不一样的 各式各样的方法啊 但是呢 在使用这些方法以前哦 其实我们都必须要 跪下来祷告 问问说 这是不是神 要神所喜悦的方法 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 好的方法 不见得是对的方法啊 那今天世界上 有很多方法 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但是这些方法 不见得是 符合圣经的原则啊 那在不久之前啊 休斯顿啊 休斯顿买会堂哦 那几年前啊 休斯顿买了一间 买了一个会堂啊 那那时候 我刚好在德州啊 所以就有机会 跑去看了一下哦 那他们是买别人啊 就是另外一个基督教派 他们的会堂啊 买来直接就可以用哦 那时候他刚买啊 我们就去看啊 刚过户 我们就去看啊 那会堂长得好奇怪 外面很正常啊 那个里面很奇怪哦 它也像我们一样 有一个奖桌 有一个奖台哦 但是啊 它这个台子啊 几乎占超过 整个会堂的三分之一啊 大概快要到一半哦 一半都是这个奖台啊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很少看到说 为什么这里要这么大一片的奖台呢 后来我就问啊 我就问他们啊 他说啊 你没看到我们这个奖桌啊 底下都是可以 一折一收 然后底下有轮子 马上可以推走吗 他说啊 我们就是啊 聚会完 奖桌一收 马上推走 电灯一关 啊变成disco舞厅啦 我说啊 难怪会堂中间 有一个玻璃球啊 然后两边有那种 超大的那种大喇叭 他说啊 这样子很多年轻人 就喜欢来了 上午聚会 下午跳舞啊 他说非常成功啊 好多人来啊 这是不是一个 厉害的方法啊 这是一个 很聪明 很厉害的方法啊 但是这是不是 符合圣经的方法啊 绝对不是 圣经上的教导啊 会堂可以变舞厅啊 所以啊 但是很多人今天啊 就想用各样的方法 来吸引人啊 但是在这里说 你要侍奉 可以 你要按照神所规定的范围 里面来侍奉 所以不是你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啊 我们要诚 我们要诚心 寻求 查考神的旨意 来确定说 我们的奉献是 合乎神的喜悦的 我们看回来 出外集记的 第35章 出外集记的 第35章 第10节 那这里说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 都要来做主一切 所吩咐的 11节 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 并帐幕的盖 钩子 板栓 柱子 带卯的座 那这里讲说 以色列人 你可以来奉献 我们看第20节 20节说 以色列全会 重在摩西面前退去 21节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 都拿神的礼物来 用以做会幕和一切的使用 又以做圣衣 那这里我们看到 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服饰 那在这里一种呢 是个人把家中 这些什么金银 这些神 那个会幕 用得到的材料 把它奉献出来 但是这里说 你心中有智慧 有灵明的 可以来 亲手建造这店 做各样的器具 我们在这里看到 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服饰 一种是在物质上的支持 一种是亲手劳力上的努力 这两种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少了其中一样 这个会幕就搭不起来了 会幕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是我们生活信仰的中心 而这会幕需要 两种不一样的服饰 我们需要有甘心乐意 把自己的财物献给教会的 我们也需要有心中有智慧 被神所感召 愿意来侍奉 付出时间跟精力的 因为神所赐给的是 不一样的恩赐 一个教会里面 需要有各样 不同恩赐的人 使得这个教会 在各样服饰的管道上 能够得以完全 所以就像好像 领受不一样的银子一样 我们每个人 神所托付 神所赐予的能力都不同 有人好像是领五千的 好像是有人是领两千的 有人是只有领一千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教会需要五千 需要两千 更需要一千的 只要有心服饰 就能够找到 侍奉的管道 只要用心服饰在神 眼中就是有价值的 有时候有些信徒会觉得 自己没有什么用 我也不是很聪明 圣经也没有非常懂 也不是很会传福音 也没有读很多书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自己很有限 好像自己什么都不会 所以有些信徒就会觉得 自己在教会中没有用 做不了什么事情 在神的家中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 虽然恩赐各有不同 但是服饰管道 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服饰管道 但是只要能够找到 自己应该服饰的部分 那你的侍奉就会有价值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第25章 马太福音的第25章 马太福音25章的第14节 天国好比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家业交给他们15节 按照个人的财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五千 一个给两千 一个给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16节 那领五千的 所以去做了买卖 另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 也照样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 那讲到说有三个仆人 一个领了五千 一个两千 一个一千 那结果五千的 赚了五千 两千的赚了两千 但是我们如果看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当主人回来 对他们的称赞 是一模一样 一字不差 那个赚五千的 赚得比较多 主人说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那个两千的赚 两千比较少 但是主人仍然说 你又忠心又良善 一字不差 所以在这里 是要给我们今天 侍奉神的每一个人 一个正确的观念 到最后 神在看的 不是你做了多少 神要看的是 你用了多少的心思在里面 五千的赚五千 是百分之一百 两千的赚两千 也是百分之一百 那个领一千的 如果赚一千一 那他第一名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一十 所以我们今天 在侍奉神的道路 神不是看你 做得多轰轰烈烈 做得多 让人 让人 让人仰慕啊 你做了多少的工作啊 神要看的是你 尽了多少心 花了多少的努力啊 如果你放了百分之一百 不管你做了多少 不管你拥有多少 做了多少 你就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这个五千的 只赚四千回来啊 可能就会被骂了啊 可能那个两千的赚 两千就比他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 侍奉神 神要看的是 我们用不用心啊 真的每个人的恩赐 真的都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很多 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的人啊 不要忘了 神说多给谁 就要像谁多要啊 所以我们就要 更加的努力哦 如果我们是 那个领受比较少的哦 我们觉得说 哎呀 我只是那个一千的啦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口才 也没有关系啊 神只要向你 要求一千啊 一千赚一千 百分之一百 神就说 你这又忠心 又良善的不仁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哦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二节 我们换第一节哦 科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以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第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 有忠心啊 这里啊 给所有服事神的人啊 都下了一个定论哦 给了一个条件哦 他说啊 我们是神 神家里的管家 神的部人啊 他说啊 神所要求的是什么 这里没有说啊 要那个什么 Double PhD啊 没有说你一定要什么 博士学位啊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啊 那个IQ150以上啊 没有说你一定要在社会上 叱咤风云啊 大有成就啊 更没有说你要家财万贯啊 经营满屋啊 这里讲说什么 所求于管家的 就是这一件 要有忠心啊 所以只要我们用心 来参与教会的成功 我们尽力来协助 各样我们做得到的事情 虽然你可能做得不一样 像在这里啊 这几年会众奉献的 也都不一样啊 有人有金有银 有人只有红色线 细码 有的人啊 只有三羊毛啊 有的人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会亲手做事啊 他说都没有关系啊 只要用心来服事啊 在神眼里就是好的啊 所以今天教会 一个完整的教会 需要各样的才能 各样的恩赐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重点是你要在教会中 找到神为你安排的侍奉 因为身体需要各个肢体 来使他得以完全啊 所以保罗说啊 岂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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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手 都做脚 都做眼睛的吗 有时候我们 所以教会为什么需要 有各样不同的人啊 我们发觉神很有趣啊 在一个教会里面安排啊 从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 语言 教育水平的 都放在一起啊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 因为这样子啊 所以很难做事情啊 很多意见不一样 观念不同啊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好的 因为这强迫我们去思考 强迫我们去看看 别人不同的角度啊 如果我们永远都在找 跟我很像 跟我类似的人 侍奉的管道 就非常容易出现盲点 所以有些人啊 年轻人你问他 啊那个你的要娶 你要嫁 要找对象 你有什么条件啊 他说啊 跟我很像就好啊 跟我很像才不会吵架啊 其实这是一种危机啊 如果你找一个都跟你一样的人 想的跟你一样 做事方法跟你一样 是的 可能事情很好做 但是也很容易出状况 就像一个人 如果是瞎了左眼的 啊结果啊 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 也是瞎左眼的 左边一个洞 哇 两个一起掉下去啊 但是如果一个瞎左眼 一个瞎右眼 啊 一人负责看一边啊 那就没有问题啊 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安排一些 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人啊 我们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 这样子很难做事啊 圣公很难做啊 很多事情观念不同 要沟通啊 这是好的 逼我们沟通 可以使我们成长 逼我们沟通 可以使我们避免 共同的盲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要有两种人不一样的服饰啊 但是在神的眼中 有一样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到神的家里啊 只要尽心尽力的来侍奉 虽然可能没有人看见你的服饰啊 那可能你的工作不是在台前 被大家所看见的啊 那可能你侍奉了很努力 但是没有听到什么掌声啊 那但是没有关系啊 没有人看见 主耶稣看见就好了 没有人赞美你啊 主耶稣给你拍拍手就够了啊 所以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 各项的侍奉 尽力尽心 那最后能够蒙神喜悦 我们看出外极记的三十八章 Let's turn to Exodus chapter 38 出外极记的第三十八章 Exodus chapter 38 第二十五节啊 Verse 25 出外极记的第三十八章的二十五节 Chapter 38 verse 25 那这里讲说 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 按圣所的评 有一百 他连得并一千七百七十五 舍可乐二十六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 从二十岁以外 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圣所的评 每人出一半舍可乐 就是一笔家 我们刚刚讲说啊 圣所和会幕的建造啊 很多人啊 要乐意的服饰 但是在这里 又再加了一项啊 他说啊 这里说 全会中二十岁以外 全部要被点 而且全部都要奉献啊 他说每个人都要出银 但是一个都不能跑 一个都不能少啊 所以啊 今天教会的兴望 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啊 我们不要觉得说啊 教会不好就是传道的问题啊 我们不要觉得说啊 教会不兴旺啊 就是负责人没有努力啊 我们要看看自己啊 教会今天没有幕道者 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电话啊 教会这个祷告会 没有人来 就是因为我偷懒 我睡晚啊 所以不要一直去找 到底是谁 谁是教会的问题啊 我们要确定说 我 我不要做教会的问题啊 所以教会的兴盛啊 跟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啊 教会不兴旺 就是因为我没有带我家人来 所以问题在我 我要检讨 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 懂得自我检讨 能够认识到说 教会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而不是伸出指责的手啊 就是长职负责人传道 不努力 讲得太简单了吧 问题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啊 一个教会如果信徒 常常会自我反省啊 常常告诉自己说 就是我 我没有努力 所以教会没有兴旺 我们常常告诉自己说 我有责任 教会是我家 哦 那自然教会一定会兴旺啊 因为你已经觉得说 这是你的责任啊 这是你的家啊 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啊 自然你就会努力了啊 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啊 是会自然而然的来努力的 如果我们是客人啊 如果你到别人家里做客 你到别人家里做客啊 等一下请你吃饭 吃完饭了聊聊天了喝个茶哦 然后呢 你会留下来洗碗吗 哇 来来 我帮你洗碗 我帮你擦桌子 我顺便帮你洗一下衣服好了 没有嘛 你是客人嘛 吃完就走啦 顶多就是啊 谢谢你的招待 就是这样就走啦 但是如果是家人呢 吃完以后你可以这样子 手一甩就走了吗 没有啊 那是你的家啊 所以洗碗的洗碗 收桌子的收桌子 打扫的打扫啊 所以啊 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行动 你就会看出说 他是客人还是家人啊 如果你是家人 当你走在会堂哦 我们在会堂很干净啊 感谢主哦 你看哦 有的 有一次哦 会堂有一张纸屑 很明显就在走道上面啊 就在会堂的那个走道上面 我就在那边坐了十分钟 我看有没有人要把它捡起来 真的没有耶 走过来 走过去 就是没有人把它捡起来啊 啊 这间教会信仰有问题啊 那真的啊 如果是一个人啊 他是家人 他被圣灵所 被圣灵充满 被神的爱所激励啊 他如果看到啊 神的家脏了哦 他没有办法就这样子走过去耶 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客人啊 走过去看到地上有脏东西 地上有紫穴哦 看一下 今天打扫第三组 跟我没关系 那就走了 这可能叫做什么 这就是客人啊 所以我们不要做神家中的客人 每个人都要参与 你怎么样看你的信仰好不好 很简单啊 下次你看到一张子序 你如果不捡起来 走不过去啊 你信仰不错啊 但是啊 如果你看到教会很脏啊 你觉得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信仰有问题啊 因为你对信仰很冷淡啊 如果你对教会不在乎啊 教会章跟我什么关系啊 教会乱又跟我什么事情啊 哦 我下次要报告负责人 不努力 不用心 信仰有问题啊 客人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在神家里做客人 这里讲说 所有的一个都不能跑哦 半社科乐其实不多 半社科乐很少啊 但是啊 每个人都要付出啊 这叫做神家里的人啊 这叫神所喜悦的工人啊 这个叫做真信徒啊 所以求主耶稣让他的圣灵 非常感动我们哦 让我们能够真的以神的家为我们的家 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家中有用 能够成为神宴中好的工人 我们一起同心莫道哦 Let's all pray in silence